南投市民族路是市区重要道路 车流量大 路面年久失修 最近因为失作污水下水道工程开挖完毕 被重机械碾压过的路面 更加破损不堪 影响人车通行的安全 县议员张维华接受民众诚情 向县长林明珍反应 希望尽速改善路面 县过是很危险的 我们在议会有向县长林拜托说 如果下水道做好 我们就随便把它封起来 县长林来实现他的承诺 下水道现在做好了 所以马上就要进行 抛除跟顶空 顶空这个我们的打马卡的部分 所以现在要封的部分就是 把整条的民族路 一直到上面 中华路的上面 一直封封封封 封到茂楼桂那里 民族路已经有20年以上 没有修补改善过 最近试做污水下水道工程 重机械压过 导致路面毁损相当严重 坑坑洞洞 林明珍县长实地会看后 当下指示公务处人员 尽速进行改善 刨除毁损的路面 重新AC封尘 让人车行经道路更安全平顺 下水道工程高了 这边的路面都损坏 非常严重 尤其我们民族路 也可以这么多 风转 浪费 泡泡沫 汗洞非常严重 所以我今天来看了之后 我们就是要尽快地 把它实施 新的疫情路面 庄信民众表示 他在民族路居住已经20多年 路面从未改善 处处挖补坑洞 常造成机车骑乘的危险 我住在民族路这边 已经住了20多年了 那这次由我们的县长 跟张伟华议员 来为我们这个民族路 我有路的刨 刨路专案 我觉得很欣慰 因为20几年来 尤其是附近 下水道工程正在施工 所以坑坑洞洞 难免 那一旦下水道工程完成以后 湖路就是对我们百姓 最好的一条 最佳的方式 县府公务处则表示 施工期间会造成不变 希望民众配合公告周知 暂时移走爱车 广告架 或者花盆等等 以立工程顺利进行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